今天好 节目现场 我是阿关 关我什么事 投资大小事 关我什么事 理财新趋势 要带您来看的是 台股是不是真的有可能 今天就是多空重要的关键分水岭呢 好 指数在今天是下跌了32点 收在20763点 而成交量4253亿 为什么说有可能是 站在多空分水里 因为今天晚上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说三遍 因为很重要 美国要公布CPI数字 好 我们来看盘面 Intel以及微软也有新品 他们要尬的是灰达 所以技嘉双红跌了超过5个百分点 美光说他们的记忆体要涨价了 而且一涨要涨25% 所以威刚供道的涨停板 群联也创下新高 而联发科在今天早上有个论坛 讲到生存AI平台 股价反应往上涨了3个百分点 冲到了1200块 而美气密仿台湾的军工股 我们在之前不断提醒 军工很有可能是赖政府 非常重要的政策产业 那我们看到在今天的 长荣航泰 亚航公道涨停板 我们稍后再来做解读 为您介绍 来节目现场的来宾 要请到台股大师杜金龙 大家好 科技公司总经理吴金龙 大家好 要请到前金操盘人文建勋 大官好 大家好 要请到万保投务总监蔡明璋 大家好 金融平行协会理事长林昌新 大官好 大家好 好 今天一开始 我们还是先来看指数 那么指数在今天是出现了下跌 显然是在观望 今天晚上的CPI 好 指数在今天跌了32点 那么从日K线的角度来看 那么在经历了 昨天的长虹K棒之后 在今天出现了 一个上影线的倒梯字线 这是代表台股 站在多空分水岭吗 那么明天过后 各位怎么看 请举牌 好 因为出现了一个倒梯字 而且是有上影线的倒梯字线 我们来看到的是 两票圈 三票在中间 那我先来问杜大师 杜大师还是很有信心 不管今天晚上CPI公布的数字是什么 你都还是认为是往上走的吗 对 因为一般来讲 要开最高 说最低 几两场黑 今天只有四千多年 都没有出现败相 没有败相 那我们来看一下你对大盘的看法 好 为什么杜大师还这么乐观 为什么这么有信心 你的规划蓝图 现在刚好遭金没有吗 还是照你的规划蓝图在做 对 因为我认为12629就 吃一坡的起账点 那目前它本来涨到1.618倍 是20434马上就够 今天盘中已经到2083 而且涨了65%了 比0.618来得高 那目前来讲 它整个出生段已经涨了18个月 AKD也大概在95 所以它已经是在超热的阶段 可是因为一般来讲 你要有一个开最高 说最低 完以后一个大量 那整个波段才会结束 而且最主要指标股 台积电有没有 还没有败相 另外今天早上很奇怪 就9点20分 赖总统宣布行政验场 来 9点20分 我们来看盘中走势 9点20分就是准总统开记者会 公布内阁名单 高点就开始先杀一波 了无心意 都是老面孔 对 再来上来 一直想要涂 没有涂上去 整个最主要是台积电走 落 因为昨天台积电820块 今天都相对比较落势 虽然今天有拉一些个股 可是整个前置股都在走落 是后来违盘说最低 这是整个 对于整个大盘是 涨串心高 晚又回大 一般来讲大概都要三天不够高的 那败相就出来 所以目前没有败相 对 所以整个还是在出生段里面 在整个一个 可是这一波涨幅是超过我们的想象的 因为我们刚才讲一个AKD到95 再涨的机会只有1.4% 所以已经是在高档期 这是你看到我们统计62年来的AKD 不然你看一下 只要有65的话 95对不起 95的话涨的机率只剩下1%左右 那我们上次18619的话也是94点多 那这一支盘中有到95 那为什么你还举圈呢 对 可是因为大盘还没有败相 所以短线它现在还在攻 这是我大概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每三年大概AKD 大概95 那一般来讲这一波 我是把它当于为出生段 所以它涨都拉回 休息完以后 那大家认为这个拉回幅度 有可能大概在这个2万 或是1万9左右 这是里面的一个拉回 所以我刚才几千的意思是说 这个出生段 如果它有正式回党 那晚又休息以后 还有一个出生段 那以这个AKD来讲的话 现在很少看到AKD盘中有95的 这是我们已经在超码 可是整线上有一点点过热 对 过热 可是因为它连气还在 就每天大概4000多亿 因为我们上次有讲 上次两年前的话 我们的金量 大概五度金量是5680几亿 那我们最近 大概都是4500 4600左右 还没有失控 好 所以我们再来看下一张 现在看的是YKD局 那如果从市场 对 这个就是说 我们台股4Q里面 最好涨的是1Q 你看那个 圆月效应 对 因为圆月效应 而且它涨的百分比71% 那涨幅大概8% 那我们今年是涨13% 今年是涨12% 所以我们的1Q是涨得非常好 那7年的4Q我们是涨9% 那过完4Q跟1Q完又 看台股的话 一般来讲2Q虽然会涨 可是涨的百分比比较低 而且幅度只剩下3% 那在3Q都比较不好 是说因为 从6决7上吊 另外还有3Q是除息 因为我们7人大概赚了2.72兆左右 是要指数了 对 我们配要大概抓75%的话 大概会要扣掉7800点 所以你看到我们统计资料里面3Q 大概跌的机率比较高 而且报酬率的相对比较低 所以大师意思是 这两个季度稍微忍耐一下 对 忍耐是为了后面的幸福 对 所以我们现在讲是说 1Q涨那么高 那目前4月份又涨 理论上在这边 很多人都说 我们是今年农年是开高 休息完又尾巴再翘上来 那目前可能已经进入这一波的高档期 就是高档期 确实会稍微休息 但你仍然是乐观看后事 对 可是已经在我们的计事指标 都在超买期过热的现象 好 所以追高还是要小心一点 对 来 靖勋 刚刚其实大师特别谈到了台积电 对 他谈到了两个概念 一个是内阁 在今天公布内阁的时候出现了沙盘 所以我们都往来谈 那政策股后续怎么看 另外他谈到在今天台积电没有动 这是关键 台积电为什么不动 好 刚才杜大师特别提到了 台积没有败向 那你刚刚是举什么 我举中间 你举中间 但是高处我会怕 所以我举中间的意思是说 你大风大浪都看过了 你有什么好怕的 你以前操盘的时候 一来一去 可是以前操盘的时候 没看过两位二字头的台股 而且以前操盘是操别人的钱 对不对 现在地的钱比较会怕 不行我们要善良管理人之责 所以今天杜大师特别讲到台积电今天的走势 是小跌的 为什么呢 大家有点害怕 载机指数是不是这个梦也又要再来了 成为大家今天讨论的一个话题 什么叫载机指数 载机指数就是根据美国的政管会的一个规定说 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指数 它单一个股的权重 你只要在三个月 就90天里面有一半 45天 这个个股的权重 单一超过三成以上 你就不能够去投资这个国家的期货了 对 好 大家就有点担心说 这件事情好像很严重 怎么办 所以我帮大家正本清源了这件事情 载机指数 我们刚才已经先跟大家定义过了 这是什么一回事 第二个跟大家讲 这不是新鲜事 什么 这真的不是新鲜事 因为我们在三年前 2021年的4月份 就曾经被列为载机指数 而且被列多久 被列了一年多 2021年被列了一年多中间 台股有没有怎么样 台股没怎么样 台股整张后后还是继续往上涨 所以第二次 就算这次会被列入载机指数 会怎么样 我觉得不用怕 这第一个跟大家报告 第二个 不用怕你干嘛放中间 你给它冲冲冲 高处我会怕 这是人性 第二个跟大家报告是说 根据奇交所统计一个数字 美国很喜欢买 美系投资很喜欢买台股的现货 可是我们刚才讲 载机指数限制什么 限制期货 台湾的期货的外资 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新加坡摩台 来自于香港 而来自于美国只占多少 只占一趴不到 所以就不用怕了 不用怕的证据二 第三个要跟大家讲 载机指数比较会令人家害怕的是什么 国际大型的避险 这个避险的公司 它因为没办法放空指数 所以它会没办法买进这么多的股市 它怕的是这样子的一个蝴蝶效应 好 那我就跟举大家一个例子 其实是可解的 我帮大家带来外资可以解 这个载机指数的两个巧门 好不好 巧门一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 假设叫做阿关国际资本 这家美国公司 它说我要下单做多台积电 或下单做多台股的极止 然后你要下单到美龄 美龄跟你说 不好意思 这根据法规 如果我们真的被列入载机 是没有办法下单的 他说但是阿关你是我们美龄的大客户 你没办法下载我们美龄的美国户头 我可以帮你下载美龄的香港户头 我可以帮你下载美龄的新加坡户头 我都可以帮你处理好 可以拐个弯而已 拐个弯而已 绕道而行 就是解决方法一 解决方法二 就是台积电下不是一个人的武林 无占凹头 我们现在把它共好 把这个生态圈变大 其他全职股起来不就好了吗 所以你看今天联发科股价大涨 我觉得是还蛮聪明的 你看我帮大家列举了 台股前十大全职股的一个排行榜 现在第一名是台积电有21兆多 第二名跟第三名的联发科都有两兆 第三名的广达跟中华电 都有一兆多的一个市值 所以现在我如果把鸿海的市值起来 联发科的市值起来 是不是就稀释了台积电的一个占比 所以说不用怕 这个就算载积指数被列入 我们过去一年的经验 我们也是鬼章后后 边长边经边长走我们的路 好 都叫别人不用怕 自己都有担保的惊 就是叫别人不要怕自己有一点怕 我们后来讲 刚刚其实大师说的好 他说他在观察是盘中 赖清德在开记者会的时候 公布内阁格约名单的时候 到底台股怎么反应 好 那我们来看 我们再回到盘中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这两天一直说 来 新政府一定会有庆祝行情 新政府一定会有政策股冒出头 那这样还会有吗 蔡总 那个军工股还要动吗 还会动吗 其实今天整体的军工股表现 比重电股还是强 其实重电三雄除了今天 但是没有我们想象的强 不是 它上面这一排是林长的 隆德造船雷虎汉翔林长的 今天整理 因为短线涨幅已经大了 而且今天晚上又有美国的CPI 但是你看下面这一排是补涨的军工股 那就很强 亚航 长龙航太盘中的涨停板 所以今天其实新政府会表达在军工股 这个整体是强的 那旧的政府它是绿能 从太阳能 风力发电 到储能 重电 今天重电三雄只有华城是收红的 但是中兴电工还有四电 我们特别看一下1503的四电 还杀到了将近跌停板 因为对从政治面的角度来看 虽然赖总统准总统还没有上任 但是在今天公布那个名单 其实某种程度已经做了交接了 现在在看守而已 对 因为520也剩只有一个多月 所以军工股的话 我为什么大盘我举中间 这个旧的政策概念股在今天就弱了 因为今天晚上公布了CPI之后 到4月底是美国科技股密集的财报 这里有两个礼拜的空档 这两个礼拜的话大盘最好是整理 但是会有个别股 类股的表现 那军工股 两个消息 第一个消息 就内阁的人士 有人传出 但还没有国安的这个 没有宣布 有人说顾立雄 这个会担任国防部长 我们先讲正反面的看法 反面的看法说 这个以后事情很难做 文能部长 对不对 郭正亮还说 他在国安会的秘书场里面 还在恶补军事 准备接国防部长 这两年都是这样 当然正面的话 美国这个部分说 赞好人选 也还跟美国关系不错 对 然后反对党的拦语说 左眼对外的军购 我们特别讲 其实你看一下顾立雄 以前是律师出身 也做过什么民意代表 但是他2017年到2020年 他做了一个职位 也跌破眼界 金管会主委 所以他是斜杠人生 老实讲 小生的可以从金管会主委 干到国防部长 这个是几十年 台湾最厉害的人 他从律师做到金管会 做到国安会 现在做到国防部 对 但是后来大家知道 原来蔡总统有用意 我们知道金管会的话 下面的业务 有银行 证券 保险 谁都懂 不容易懂 但是金融在发展的过程 要不要建立 要 谁适合建立 律师 首读那个法条 这个要怎么样 这个怎么样 所以他当国防部长 万一是真的话 重点一定是在什么 军政 因为打破官吏 以前是各军种 轮流当国防部长 现在赖清德想说 把这个前提拿回来 自己用 为什么 美国的军构 对不对 台湾的国防的自主 这个庞大的预算 这样的一个体系 一年六千亿 这个不行 自己做 自己做 所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消息 有一个神秘的美国 访问团 我说神秘是什么 神秘 我今天才知道 原来美国国防跟印太的访问团 一行 有十几个人来到台湾 你看之前的AIT的理事长 这个罗森伯格 来台湾的话 他有见到赖清德 这个媒体都出来 但是这一个 航太 还有国防的访问团 他是薛瑞虎 常常听过这个名字 他以前是在国务院 负责亚太事务的高级官员 所以军工这个产业 水很深 一定要退休的官员 民意的代表 然后来 结果这个访问团 听说有什么 雷神 洛克希德马丁 这种美国重量级的军工产业 来了以后 第一站 秘房 好 秘房 观众朋友 名牌在这里 台美航太 中共大业盟 有贏吗 美国企业代表团 秘房 谁呢 韩翔雷虎 媒体的标志写 两家公司不止了 所以我们来看 明白是不是在这里 来走近一点 点名他要秘房哪些 汉翔 雷虎 中光电 长龙航太进步大涨 经纬航太 玉琪 亚航进步大涨 名牌在这里 是不是 没错 比如说这个是秘房的 秘房了以后 媒体之后点名 汉翔雷虎 比如说去雷虎 看他的空中的无人机 水上的无人机 连水下的无人机都看了 看了以后 其实大家认为说 因为未来台湾的赖政府的话 要提高国防预算 国机国照 国舰国照 这里饼很大 美国一定要吃这块饼 吃了以后 他现在我们来合作 成立一个大联盟 不是只有汉翔雷虎 只做台湾的军工 整个亚太 你都有办法做 那个饼很大 这个先画一个大饼 大家就愿意合作了 所以刚刚刚阿关 看你那个名单 你仔细看 今天很多党股票 至少有亚航 亚航 长罗航太 还有个中光店 中光店是用子公司 去做无人机 中光店也逼近涨停 大涨 其实表现出来 有这个反应的 好 那你为什么要放中间 要给圈 我刚才每次金工股 大涨的时候 大盘都会整理 他比较是跟大盘 是颠倒方向 来 昌熙你刚刚是给 我给圈 你给圈 为什么给圈 因为是外资 其实难得回补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是 期限或同步做多 所以至少到 下个礼拜三之前 我认为都还有一波 好 那你不担心 今天网行的CPI吗 对 我觉得应该不会 有太大的惊奇 预估上个月是3.1 今天应该 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 就开出来了 我认为 只要在3.4上下 就叫做合格 合格意思说 其实大家知道 原油都在涨 所以现在大家怕的是说 下降趋势 会不会变成上升趋势 大家看这个图 其实这个黄色线 跟绿色线 就代表什么 现在叫做什么 通膨叫什么 顽固 不是通膨反升 那现在我认为 在第二季 大家特别留意 现在的原油是多少 大概85块左右 去年的第二季 原油大概在70块左右 那什么时候 原油的机器 才会垫上来了 我跟大家讲 到下半年 所以今年度 为什么FED 它要延后做降息 就在第二季的时候 CPI应该还会升 那CPI一升 大家可以看黑色线 叫什么 叫物价指数 叫商品物价指数 再创高 所以现在我认为 原油料行情 它为什么 继续的在做轮动 好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传场会动吗 对 我觉得会动 其实昨天动钢铁 今天纺织 橡胶也动了 所以 其实它新旧 轮动的状况下 大家观察一个重点 不是只说它会动 第一个 我们看营收 有没有上升 你看巨洋 营收年增 14% 台项也年增 所以其实它的营收 都有增加 第二个就是说 到底在涨什么东西 涨资产类股 你说纺织里面巨洋 它殖利率相对来高 4点多% 南方有土地资产 台项作为营收增 有化学品 调涨价格 南港虽然是橡胶股 它有什么 它有土地资产 所以有土地资产也涨 大家最熟悉的电兰股 我认为大家要观察 落后补涨 可能落在华新 营收好不容易往上拉了 过去是跌很久 我们来看1605的华新 今天盘中是黑的 可是拉起来 有没有 距不跌高 昨天外资大买的过程中 除了买中刚之外 华新也是外资买超的部分 我认为这个第一位阶 营收转讨的 是一个观察的重点 好 那传产起来 电子就要走弱了吗 他们之间是一个 悄悄板效应吗 我觉得其实是这样说没错 可是美债的概念会带起什么 殖利率 所以连家军我把他绕了一圈 今天连电 连勇 连发科 你看殖利率 所以电子股如果 他殖利率还不错 还OK 电子股如果有殖利率的话 其实基本上都会受到青睐 那下面连家军就是要有题材的 你看原项 他有AI 系统就转型 那大家可以观察盛取 这也是第一位阶为什么 我在讲 如果你没有殖利率 那只有第一位阶营收成长 那第一位阶营收成长就是 他是MCU跟车用相关的 营收开始往上跳 所以我认为现在怎么 电子股就找高值利率的 要么就怎么样 营收成长有题材的 我会这样的切入 那种追高的 像今天我昨天提到 台积电的消费供应链 其实今天就比较弱势 所以台积电的供应链 要等下个礼拜 法说会之后 真的资本资助增加 台积电供应链才会继续动 当然投资人最关心的还是AI 到底AI何去何从 特别是AI的精神指标 NVIDIA股价已经陷入修正了 而且现在应该所有的大厂 只要你要做AI的 一定都把NVIDIA当作假想敌 现在全世界都在围攻它 回答昨天股价跌了2% 从最高的974美元 到现在的价位 它跌掉12% 美国的技术分析是这样 从高点跌10%叫修正 跌了20% 那就空投了 那一般认为是 为什么达到了修正 两个原因 因为回答去年涨太多 涨了两倍 但是美国的税务申报 大部分的周是4月15 马上到了 对不对 我就是高票买一下 回答买一下 筹做现金要缴税 美国投资股票 资本利得是要缴税的 是要缴税的 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对手眼红开始跟你围剿 我们首先讲Intel Intel 这个Zorina CEO 基辛格 展示了一个GOLDY3 最新的AI的晶片 它是用了什么 用了台积电的5奈米 还有Coverse的封装的一个技术 它比之前的一代的话 大概你可以看到 它的AI的运算的效能 提高了4倍 记忆体的平光 它还提高了1.5倍 很厉害 所以Intel也要拼 Intel前段是自己设计 后段是交给我们台湾的 4型KY来把它设计 所以4型KY是重要的一个伙伴 那这个宣布了以后 它说我这个GOLDY3 我特别厉害在哪个地方 那个大型语言模型的训练 大概可以缩短50%的时间 在外推理 也可以提升那个量有50% 打到谁你知道 打到回答的H100 打到H100 H100它的厉害 就是在训练跟推理 结果现在GOLDY3的话 跟它强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昨天一花表了以后 Intel的花表 我们知道Intel最近的股价 是不好的 因为经验代工不断的亏损 跌跌跌 但昨天它缓弹 虽然没有收到最高 但是它缓弹 表现算不错 还不错 涨了1% 另外一个重量级的对手 谷歌 谷歌也推出了 一个ARM架构的 AI的一个镜片 叫做S用 这个不是GPU 是CPU 但是有人讲说 谷歌你用久了以后 也会跨入GPU这一块 还是会跟飞达 正面的交锋 大家也担心这一个 谷歌这个东西 出来以后 大家想 原来还蛮厉害 它应用在谷歌的 搜寻的引擎 而且是说 现在客户 你可以从谷歌里面 去download这些的晶片 但是它还没有 对外客户来 外部的客户来销售 大概预估今年稍晚的时间 也许第三季或第四季 会对外销售 对外销售了以后 其实它就会打到了 这个什么 挥打这个情况 所以挥打影响很大 那我们看谷歌股价 谷歌股价准涨1%多 其实最近一直在反映 谷歌的股价 是创下历史新高 但是挥打已经六个礼拜 没有创高了 谷歌创下历史的新高 所以表示说竞争对手 大家都担起来 担起来以后 它确实有受到威胁 对 受到影响 另外高通的Wi-Fi7 这也是支援的 AI的芯片 再过来我们说 还有我们的厂商 莲花科 为什么今天莲花科 是前子骨涨幅第一名 涨了3% 因为莲花科也要做AI镜片 对 深层是AI 那它做了哪一块 环体中文 就是我们用的这个中文 环体中文是大型的语言模型 莲花科也做了 它还有名称叫达哥 花达的达 达哥 达哥 那他们说它有450亿个电晶体 参数 451个参数 这个参数比GPT3.5更厉害 所以在大家围剿NVIDIA的情况之下 我不是替NVIDIA环乐 我是替台积电环乐 第一个NVIDIA被围剿之后 NVIDIA有没有可能掉单 甚至NVIDIA最近还传出 它有二星 有可能要下单给三星 第二个围剿NVIDIA是谁 是Intel Intel不见得会下单给我们 第二个高通 高通也是脚踏两条船 有时候下单给台积电 有时候下单给三星的 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来问一下 总经理 来 吴总 所以台积电你会怀乐吗 现在根本不用怀乐 不用怀乐 刚刚讲的这些所有的AI晶片 都在台积电下片 包括Intel 联发科我也不带一下 联发科是一定还是下单给我们 包括Intel 第一个 所以Intel的AI晶片也是下单 太紧 对 因为Intel 它的GOLDI 3 其实叫做HAMANA GOLDI 3 这是Intel在2019年去 诟病以色列一家公司叫HAMANA 它是做AI晶片的 那HAMANA在设计IC是找四星 也就是四星替它做 所以它的GOLDI 1 GOLDI 2 到现在最新版的GOLDI 3 都是由四星代为操刀了 所以为什么一定在台积电下片 因为四星原先就是用台积电 所以如果这点不担心 我再问第二个问题 那么这两天 媒体披露 台积也拿到补助了 拿到66亿美元的补助 那终于拿到钱 我们是松一口气 但是偏偏同一个时间又宣布 要在美国建第三座场 是2奶米场 好不容易松一口气了 我们又担心过去的噩梦 特别是过去那些 不管是缺工缺料 拿不到钱的噩梦又来了 我们又要到美国去建厂 大家都知道 美国建厂成本是很高的 有没有可能拖累到台积电的财报 我想第一个 这个是美国政府 因为以前刘德英在法朔会里面就讲 他们跟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 是非常密切的 经常在 但刘德英不是因为美国厂家下来的吗 对 第一个我可以跟大家报告 就是说事实上我想台积电跟 因为原先他在阿里奘纳建厂不顺 事实上可能他也不了解 整个美国实际上运作的状况 法规的情形 那么经过坦白讲 吃一次亏 学一次乖 而且我想美国政府一定是 勾证再勾证 要求台积电 可是现在是因为选举 当然是勾证再勾证 对 那11月以后呢 所以这个地方有很多问题都会替他解决 那为什么会从 基本上我们简单来看一下 当时台积电2020年5月宣布要到美国去建 金盐厂 当时是五奈米是 投资的是120亿美金 然后到了2022年 就是后来他的这个一厂已经盖得差不多了以后 宣布就是变成要投400亿美金盖两个厂 一个五奈米现在升级到四奈米 不过这个是应该一样的 另外一个是三奈米厂 那这个原来的五奈米四奈米厂 原先是意计今年年底开始量产 结果因为前面的一些就是不顺 所以是延到明年初量产 那事实上原先也有一些媒体报道 台积电已经顺很多了 说不定也有可能在今年年底量产 不过大家保守起见 还是2025 对2025 那么我们要讲的 美国政府为什么一再鼓掌台积电 因为他发现AI是美国的将来 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命脉之一 美国遥遥领先其他的地区 那我们回过头来 我们讲台积电 台积电这个优势 现在三星有抢到一些台积电的单 不是金元代工的单 外传AVIDIA下单给他吗 不是 是COAS 因为COAS不够 那前一阵子地震的时候 我看到网路传出来 那个NVIDIA龙台场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工程师拍了 哇 那个天花板掉下来 有一些晶变受损 不过那个应该就是 我觉得受损这个地震受损 这个是坦白讲是正常的 事实上台积电他们很有经验 所以三星拿到的是COAS COAS的订单不是这样 那三星呢 第一个美国政府当然要求 为什么迟迟不把那个补助金下去呢 就是基本上就是 大家在画Plugin 还没敲好了 就是还没敲好 那敲了以后呢 他就希望台积电去设厂 所以台积电把他的投资金的 调到650亿 而且再加盖一个厂 第三厂 那么基本上他的第二厂呢 基本上应该是预计在2028年量产 第三厂应该2030年 不过他应该是说2029年量产 那第三个厂呢 其实他第二个厂原来是3奈米 有可能到时候就有2奈米 第三个厂绝对是2奈米 或者比2奈米更高 甚至1.4奈米这样 那这个部分都是为AI 要有这么高的算力都是为AI 好 也就是说台积电仍然保有 非常强的优势 我们不要太担心 那如果要讲台积电的股价 一定要问一下杜大使 来 大使 台积电的股价 这个是曾经解除定存 去买台积电的大使 来 台积电 来 台积电你怎么看 那个每年这个时刻 我都会用一个经济附加价值 去算台积电 叫EVA 那今天早上我刚好算出来 算了 好 我两年前算台积电的EVA价值 大概在377 377 后来是370 那我们这个台积电从这边 涨到这边 出生段涨了224块 那回到516的话 这个我们把它叫主生段 那主生段目前你看到 我这边有些 如果说涨1.618倍的话 大概会在800多块 850 那目前是在820 那另外我今天早上才算出来 用EVA算台积电的一个方法 答案是886 886 这是每年我大概用这个算 因为我们平常都是用 所以今年1000块会到吗 既然算的话就算1226 因为既然我们台积电大幅成长 那个公共租出很多 所以既然这边是377 既然是算223 223 对不起 223 1223 123 那今年现在 因为我们去年衰退 衰退 那个获利衰退 所以今年刚才才算出来886 所以目前来讲 我刚才说台积电为什么没有拜下 因为它目前是在820块这边 做一个高档 没有到涨幅的买足点 对 如果说按照我们这个波浪 目前从516这边 叫这个主生段 我这右上角有写大概在870左右 外资现在把目标价调到993 那另外来讲的话就是 像银大估今年38块 明年是49点多 是 因为它这一次不是有地震 它把那个EPS扣了大概0点多左右 所以无伤这个EPS 那如果说以那个50块的EPS来讲 台积电目标刚才阿管讲的 千年以上应该指路可待 因为我们现在大盘这一波叫出生段 那回到主生段它应该会到 如果主生段没有台积电就撑不上主生段 对 因为如果它不撑就不可能上 但除了台积电之外 其他的AI族群呢 今天我刚才到这边的话 刚好快要锁盘 我就去买广达的282 你今天去买的广达 283 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它上一次8月24号是283 那我们看一下盘中走速 我们看一下大师买在什么价位 最后 最后 买完又不是砍下来嘛 为什么要买283 因为它气冷的8月24号最高点是282 回到K线 突破完又940不是把它拉到 940不是把它拉到299嘛 那拉回282就是短信支撑 那明天剩下一天嘛 因为它是从4月8号 停止融资融建完以后 连跌好几天 就跟2301的光宝一样 除前减前 停止融资融建完又去跌 跌完又除息以后就开始换到 那我们回到广达 我们来回到大师那张图 看一下广达的图 所以明天它最后一天 4月12号是除息9块钱 阿关你看一下 它今年应该会赚13块 明年会赚17块 理论上 它这个出生段 走完又这边出天亮 7月份 以后拉回整理 又穿新高点 所以它是另外一波的开始 那除息后晚又理论上 940买那么多 有没有 它成本是在282到299之上 那除息晚又 明天还有一个气息的一个时间 晚又应该会去做天息的动作 所以我买它 至少这9块钱的息子 应该可以赚上来 好 不过请蔡总帮我们来看 既然要谈AI股一定要谈联发科 对不对 在今天联发科表现很好 联发科再接大涨了 三个百分点 对 因为今天 AI伺服器的股票都比较 稍微休息了 都比较偏弱 但是大师买282 红海 广达 技嘉 尤其技嘉 其实技嘉的三月营收 240几亿 比二月整整多了100亿 但今天开高走低 我觉得两个因素 第一个就今天晚上的CPI 第二个就是飞打 飞打的股价 现在是跌破月线 那我们的AI伺服器 都没有跌破月线 所以会不会补跌 对 今天CPI假如是上升的 很大的幅度的话 我认为飞打会补跌 我们这些股票通通会补跌 好 那帮我们来看联发科好不好 联发科的话 最主要它这一波 因为今天来到1200了 因为没有什么涨到 盘整在这个地方 而且它走的路线不一样 它是边缘的AI 边缘运算 对 边缘预算的这个部分 而且有高股协质利率 今天又有深层是AI 所以还有所谓的那些00940 00939 他们都压这个 那些的股票 他们的成功股 现在都动不了 动传不得 唯一能涨的 大概就是只有莲花科 莲勇 这个部分 所以莲花科 不过上来的话 上一次 1275 1275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压力 好我们今天带您来关心的是 巴菲特这一代也在做什么呢 据说他又要再度加码日本股市 而且是日本五大商社 他不是已经买很多了吗 怎么还要再加码呢 那为什么大家认为他会出手再加码日股呢 因为他又要发行新一轮的日元债了 所以我觉得真正做到空手套白朗 或者空手套日元就是巴菲特 有点厉害 有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日本人不买日股 所以我巴菲特在日本发行日元债券 大家借了几对不对 拿你们的日元来帮你们买日股 然后日元债券又没什么利息 对 然后我买你的日股 你的配息又超过5% 没错 所以他真的是空手炮的 然后不要不包含那个股价的资本利得 包括你的五大商社的配息 都至少超过5% 所以不要再说什么 巴菲特不买台股的没有赚到钱 他光日本这一档 在这边就是什么样 持续赚钱持续加码 而且他还说他要长期的持有 日本五大商社的股票 那我先跟大家讲 那他现在买到8%了还要再买 还要再买 所以说这一次就怎么样 基本上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之后 巴菲特接下来还要在第八次 去发行日元债券 这个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个讯号 就说日本现在从负利率调到零利率了 那你理应是利率往上调的 可是巴菲特还是继续去发债券 所以他认为说 这个所谓的债券的债息的波动 基本上是小的 他认为股价的涨幅空间是大的 所以才要这样继续投资 顺带跟大家一提 日本公债跟日本的公司债 现在平均的利率2%左右 所以说他当然你2%的利率成本给你 我来赚这些商社的钱 好划算 但到底五大商社有什么魔力 让巴菲特买了再买 买了又买 买了还要买 而且他等于是说 他是要长期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先来看他的股价 来日经225指数 整个涨50% 从23年 23年开始 从去年年初到现在是涨50% 但是三菱商市涨了1.46倍 三井物产涨了88% 住友商市涨了69% 都超过日股 完宏涨了73% 伊藤中商市涨了62% 党党都超过日股的表现 对而且超过什么的表现 超过台积电的涨幅 我在这跟大家讲 台积电当然很棒 可是巴菲特他不是省油的灯 他说既然他没有赚到台积电 他从别的地方赚回来 台积电在2023年的年初 基本上巴菲特全部出新之后 到目前为止涨了大概快六成 但是各位可以看到 日本这些股票 大涨其实最多可能 到了1.5倍 很多人都说 你如果直接去买日股 会有价值的损失 会有什么 会有所谓汇率的贬值 可是巴菲特没有 那么巴菲特为什么说 他要继续的投资这五大商社 他讲这几个理由 我觉得大家要好好去听 第一个他提到 为什么他去卖台积电 然后买这些的 因为他要做所谓的风险的分散 巴菲特其实几大投资 第一个投资苹果 大家知道苹果今年也不好 对不对 他投资日股是什么 完全完胜 还有投资什么 投资能源产业 石油产业也是完胜 所以他做一个什么 分散性的投资 所以他投资日股 我把钱这样 不要压在美国 我压在日本 所以他讲一句话 未来的几年他就看日本跟美国 那如果你觉得现在美国涨太多 拍谁 日本现在就有机会往上拉 所以第一个是这样 第二个巴菲特的投资者学 大家要看清楚 他的投资者学就是买便宜 那大家会说 日股不是欺负很多 所以都四万点了 我告诉大家他看两个 第一个叫什么 股价净值比 他说日股有两成以上的公司 股价净值比都小于一 表示什么股价很低估 他的价值比较高 所以他就买 第二个日股涨成这样 大家知道本一比多少 18倍 17 18倍 每一股大概25倍 所以对他来讲 他不是看绝对涨多少 他就看到 因为日本基本上 都没有人在买股票 他们自己的国民也不买 所以变成外资进去买 那外资一买 巴菲特一点火 又放消息 那基本上就推波助澜 好 那么来问一下昌星 那我想跟着巨人投资 我该怎么投资呢 因为我们投资日股 我们是可以买日股 ETF 对 我觉得是这样子 日股ETF就这个 就是第一个 这是中正指数的 那00645 那00657 这是日清25 那如果说像巴菲特 现在投资这些玩虹 大型的 那接下来小型的 也会就会补涨 那以这种 所谓追踪东正指数的 我认为是比较有机会 那我也要提醒大家 就说 巴菲特他提到 投资这些玩虹 他就投资什么 投资原物料的上游 那日本的上游 中性上游 那日本的原物料 大概占30% 那相对他的位置比较低 所以我提醒大家说 可以观察日本原物料概念股 里面包含这种 00941 大家可以做留言 而且之前是大幅溢价 那现在回到比较正常的价位 所以有00645的富邦日本 00657的国胎日清25 以及00941的中性上游半导地 里头日本的关键原料占了30% 那下面的话是贬值 大家知道现在日元到152 对15152嘛对不对 那整个对于日元贬值来说呢 还是有受惠的 比如说 拿什么日本原物料的 拿日本通路的 那比如说在IC通路 跟日本叫货的 曾里强 所以今天文业一掌 这种电子通路的 曾里强就拉下来 大家可以留意 那达麦昨天外资买什么 买面板 那面板的材料跟日本叫货 因为日元贬值嘛 也是有利 最后一个还没动 那但是我觉得 早晚会轮到他们来 就是这种旅游观光的概念 这是旅行社嘛 日本现在旅游 我跟大家讲还是很汤 现在不是在日本樱花季吗 这些所谓的旅行社 它的营收都很好 2月份 上面还没开出来 2月份营收年征是218 3月份应该有机会在创高 所以我认为旅游概念股 也是在日元贬值下 可以投资的方向 好 那么通师也要带您来关心 我刚刚特别谈到巴菲特买 美国买日本 但美国因为下半年 有美国大选 所以变数很大 特别是最大的变数 就是美国跟中国的关系 有没有可能 因为选举更加恶化 特别是现在叶伦已经点名了 这三个产业过剩 那这过剩的产业里头 当然有太阳能 有电动车等等 但是这里头 大家最担心的应该是电动车 因为重中之重就是电动车 其实中国现在在整个输出 它的通货警说 输出它的产能过剩 输出它最便宜的电动车 所以这次叶伦去反问 有毛了叶伦了 对 也有毛了 但是问题是 这件事情看起来是无解 因为中国持续在输出 它的便宜的电动车 我跟大家报告 中国现在电动车的几个现况 第一个现况 就是说现在比亚迪 在中国的市场 已经坐稳龙头了 而原本的龙头是什么 本来是特斯拉 节节败退 我们看到中国以外的全球 全球特斯拉出货量 在今年来讲也是比去年节节衰退 所以就是说特斯拉的执行长 他特别讲了什么 他说如果再不组起贸易的壁垒 这样子的一个壁垒 组起来的话 中国会灭绝很多全球的车厂 这种 你看到他这种类似哀嚎式的发言 就知道现在中国 但问题是中国灭绝别人之前 自己也会受伤 那叫气商圈 气商圈 因为你不断地打低价 不断地产能过剩 虽然你打乱了特斯拉 和其他国际大厂的脚步 但你自己也很惨了 你看中国电动车 因为过剩 现在也出现了很多 停车场的坟场效应 对 他比亚迪现在是到处 到处的去踩他的市占率 他在巴西拿到很好市占率 已经拿到了巴西的电动车 第一名的一个市场 他第二个要走的是 这个欧洲的市场 但是刚才阿冠宁讲到说 也踩到一些铁板 因为他在欧洲的去化 没有想象这么容易 就像字卡上面写的 他的港口已经变成了 大型的停车场 甚至停留了停车 停了18个月都没有卖出去 新车直接就变成了一个旧车 我们刚才讲说 中国电动车 再跟大家讲一个现象 日本的Toyota 也是在节节败退之中 那中到了什么 我打不赢你 我就只要加入你 丰田最新公告了 我要跟华为合作 丰田跟华为合作 想不到吧 吓死了吗 就是他们要合作 自驾的解决方案 你觉得Toyota 那个丰田是甘愿的吗 我一点都不觉得 他是甘愿的 但是狗不里三中 形势比人强 没有错 我为了中国市场 除非有放弃 那不然我不放弃的话 我知道跟华为宣示一下 我们互相的合作 做这个自驾 那相关的这个细节呢 会在四月二十五号 北京的车展 就会这个来公布 来做公布 所以就是打不过你 我就只好被迫的加入你 那我们讲说 这个中国电动车 到处的攻城掠地 真的有没有问题吗 其实会有问题 根据中国官方 他自己本身的公布的数据 大概每天有十辆 车子会自燃 你说充电 充到一半自燃就算了 开车开到一半自燃就算了 是在一半停车停好好的 也会自燃 每天大概十辆 所以说中国电动车 它在攻城掠地的时候 安全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其实你说这种事情 只要发生一起 两起来台湾 我觉得就迈不动了 所以现在这个中国电动车 中国人多了 对 他可能对这个容忍比较大 容忍度比较大 但其他国家是不是容忍这么大 也要继续再观察下去 所以最后讲一个小节 电动车曾经是明日之星 曾经当红炸子机 没有想到杀戮战场的鸿海 来得如此之快 到底这个时候 血股的方向 除了传统所知道的台积电 和AI之外 还有哪些个股有机会 这一次樊仁星的GTC法说会 网友他把老AI 网友AI的上中下 有讲一些利多利空 可是有两类股就新出来 一个是机器人 新跑出来的 新跑出来 还有高频宽记忆体 高频宽记忆体 这个机器人 我就把它整理大概这五档 那这五档的话 有几家有写到113年 114年的EPS 那其中他宣布完以后 标的最标的就是索罗门 连拉死一只涨停板 吓死人 他完以后 他研究报告还没有人写出来 就跟当年的华城一样 没有研究报告 股票一直标 涨完以后大家就写研究报告 所以现在里面最标的就是索罗门 那再来有AG的话 就是我这边有用的一个华汉 那它工业电脑 而且EQ的采报还不错 而且它的获利也非常好 再来我们比较知道的就是冠名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几档我们大概 好 我们先来看 自腰的索罗门 因为它的EPS的话 你看只有三块多 没人写就报告 我就没有写 股价飙到四百块 三位数 三位数 而且值都是砰砰砰涨停板 那完以后最主要也是出量 所以如果说 以这个机器人跟器人的 7月8月AI开始涨 不是出生乱大涨 那现在涨得比较多 那会的话 理论上这个机器人 大家应该可以纳入 你的一个所谓口袋名单 这是最 这一位